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首次拍摄检查类电视剧 此剧已经杀青 期待后期精彩表现 迪丽热巴首次拍摄检查类电视剧 此剧已经杀青拍摄完成 期待后期精彩的表现 迪丽热巴拍摄《公诉精英》这部剧 是他出道9年以来 第一次拍摄这类题材剧 之前一直以古装剧和偶像剧为主 对于迪丽热巴来说 从未拍摄过此类剧 相信他在拍摄的过程中 也在不断学习和揣摩人物角色 这部剧主要由迪丽热巴和佟大为主演 对于佟大为而言 大家都非常熟悉他 他拍摄过很多经典影视剧 在圈内也有非常好的口碑 这部剧主要讲述了 作为高材生的检察官阿妮 在入职检察院后 面对着各种网络犯罪棘手的案子 通过与刑警队长和陆源配合 发挥自身的智慧与能力 精准锁定了犯罪线索 打击了隐藏在背后的罪恶团伙 如果这部戏杀青播出后 能够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 那么迪丽热巴就算转型成功了 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转型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因为一个演员定性了什么样的角色 就很难做出转型的改变 演员一旦被观众所定性了角色 转型饰演另一种类型的剧情 就会让观众感到不适应 如果能够用角色转型成功 那以后发展路线就会有更广阔的空间 而关于公诉精英这部剧 迪丽热巴却很早就在谋划中 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都发在这部剧中 希望能够用心诠释好这个角色 带给观众精彩的演绎 也为转型做了决心 这部剧已经拍摄完成 接下来我们静等为是播出 相信迪丽热巴与佟大为合作的这部剧 能够带给观众最精彩的片段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